仙姬驾到 还不赶快停驾 恭迎仙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一场斗交 本宫没有白了 老夫原打算 待仙姬入骨之后再着弟子训交 不承想 张仙是提前禁锢安排了人手 还好 没出什么大差错 小仙罪该万死 请仙姬恕罪 仙姬 还好 本宫已经看到了想看的 想必接下来万花谷也不会让本宫失望 请仙姬移步立丰堂 浩清霓眼录 是 本宫数日前曾出游东海 此娇人竟已下犯上 伤我先师府弟子 天地众生皆应臣服于本宫 这娇人也不能例外 能得先机青睐 是你们万花谷的造化 此事 绝不能有所闪失啊 老夫明白 只是老夫最近旧疾复发 体况不佳 思量再三 觉得还是要将此事 较由谷中的精英弟子 方才放心 启禀先机 今日是少谷主一见降服了娇人 那这殉娇资格就应该 就理应非他莫属吧 昊卿愿为先机驯服娇人 不知先机对驯娇一时 有何要求 先机其愿有三 一愿娇人开口 臣服先机 二愿娇人断尾 永不归海 三愿娇人献诛 永无叛逆 先机这是何意啊 我怎么听着 像是不断要训话娇人 还要收娇人做他的先事 先机 主要娇人说话 尚且何意 但听闻 这娇尾娇朱 对娇人而言 是堪比性命之物 后面两条恐怕不行 这么说 你说你是觉得本宫抢人所难 瞒不讲理喽 小仙誓言 小仙誓言 还请先机恕罪 先机 穆则长老失言 但绝无不敬之意 还望先机息怒 本宫又没说什么 何必如此紧张 只不过本宫一向觉得 做任何事情都需干脆彻底 对本宫无用的便是废物 废物 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你说对吗 苍蓝无中 等一下 云河 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什么事 你还来干吗呀 我们回去呗 林苍蓝是只老狐狸 对付老狐狸 就得找豺狼虎报 那可是顺德先机啊 与虎谋皮 万一我们搞砸怎么办 机会好不容易到了 我不想也不能错过 先机放心 浩青既然领了命 便会竭尽全力 给先机一个满意的结果 不过先机也知道 这娇人确为罕见凶物 我若顺利完成任务 不知是否能向先机 讨一桩赏赐 为先师府效力 是我们的本分 怎么可以讨赏赐 无妨 本宫从不吝啬 谁能完成本宫心愿 本宫也会回他一个心愿 任何事 本宫皆可应允 谢过先机 万花谷护法纪云河 也愿参与殉骄 还望先机成全 放肆 还不赶紧把她拖走 先师怎么知道 先机不愿意让我参与进来 你倒是很自信 且说说看 凭什么 就凭我跟先机一样都是女子 自然知道先机想要的是什么 先机是想要一个去打臣服的木偶 还是想要一个真心相语的忠师 继续 身为表 心为礼 畏惧也好 迎人也罢 这些源自外在的臣服 其实并不牢靠 只有内心的甘愿 才最为可观 纵观四方玉灵师 论玉兴 小仙认第二 便没人敢输第一 再说先机喜欢干脆利落 那何不让小仙也嫁入 可以试试新的路数 都是为先机效力 我想少姑主应该也不会建议 对吧 还真是很久没有见过 如此狂妄之人了 你刚才说你教什么 小仙记云和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给张仙使 贴了静言白符的人 是 那么玉灵师的本分 是玉灵除恶 而不是讨好先机身边的奴才 这话也是你说的 是 这可是你主动请应 倘若有任何差池 你可担得起后果 小仙愿承担所有后果 不过 小仙还想再多问一句 先机方才说 要给予少姑主的奖励 不至于我是否同样使用 小仙认为 凡事都得公平才是 你很有趣 本宫允了 你二人一个训身一个训新 谁先完成本宫的任务 谁就可以得到本宫的奖励 反正师父还没有出关 本宫就当作 看一场好戏 既然先机喜欢 那此事就此定了 浩清 云河 你们二人可以借此机会一较高低 我相信你们都明白 怎么做才能令我不失望 是 教人可是深海之主 强大又神秘 至今还从未有御灵师驯服过 你看今日开箱 他一下打伤了那么多御灵师 你要驯御他 你不要命了 静云河 你该不会被胜得的奖赏 迷惑心智了吧 可是洛洛 你想想 锋刃若成要磨刀石还有何用 如若林浩清能够拿下这教人 便得到了先机的青睐 届时便是他接任谷主的最好机会 他若成为谷主 我又会是什么下场 你说不通我 这太冒险了 所以那条大尾巴鱼 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没住上仙岛 我也不甘心思 你既云河御灵无数 我洛锦桑月书千万 我就不信 我们俩加起来 还供不下他一条羽 看书 你看